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讲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就是一个人的侧面的形状 后来这个人为什么现在变成了这样一皮了 是没有太大变化 就是形态变了 但实际上它的基本的东西没有变 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形态变化 这是我想知道的 还有就是说 很想知道 这古人造字 为什么这么造 我第一篇写古文的文章是什么 因为《书文解字》它说了一个东西 古代的《朋友的棚》是凤的古文 《书文》里面写《朋友的棚》 它有这样一个小传 它说这个棚是什么呢 是凤凰的凤 我当时在大学的时候看《书文解字》 因为读《书文》以后就发现要了解《书文》 不了解《书文》联系不起来 《书文》是小段 读《书文》一看《朋友的棚》它这么说 他说这个《朋友的棚》就是凤凰的凤的古来 原来的写法 那我看 再看《书文》 这差距很大 这两个字没有关系 那这个棚字是因为从《书文》能看出另一种来源 所以我写的第一篇《书文》的文章 有限的知识 就是开始就思考 当时您才大学三年级 您就说许盛说错了 那这个好像也没什么了不得的事 这个就是你把《书文》掌握以后再看 比较容易做 我这篇稿子一直还留在那儿 但是也没有发表过 那这个里面就给我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古文字是怎么构造的 看到《书文》和《书文》字以后就想 怎么会成为今天这样 第二就是说这个古人 当时他造字 他每一个字怎么造的 他怎么想的 这是我当时感兴出的两个问题 虽然我后面对《书文》的研究 一直在回答这两个问题 汉字是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 怎么发展的 第二个就是说 它早期的共行和文化的关系 虽然我这个萌芽 现在回想就在当时很清晰的 就感到这些问题我解决不了 就觉得自己太没有知识 太肤浅了 就得找出赌 那这个萌和凤差距那么大 许圣怎么会搞错呢 因为许圣是汉代的人 因为汉代 当时文字形体就发生了很多变化 因为我们看到的 许圣没看到的家务文 青铜鸡敏文 许圣因为只看到了小传 许圣的学问也是从老师那儿来的 他的老师告诉他说 这什么关系什么关系 他就把它记下来了 所以那时候 汉代人就是这么看 最终误解 妄文生意 就是猜的 像汉代人讲文字的构造很多 只能反映那个时代的水平 所以后来您经过研究 发现这两个字确实没有关系 那是毫无关系 但是他也有一点的联系在那儿 因为棚和凤在读音上比较接近 古代的没有佛这种音 佛这个音 它也读成那个佛这样的音 所以棚 凤 棚有的棚跟凤它也读棚 它实际上是音接近 所以语音有点接近 形象一看又差不多 所以它连在一起了 应该是古人的误解